作曲 李宗盛 當年和歌曲的劇場版是很特別的一個安排 今時今日再去rework這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整件事會回歸回一個很順樸的音樂風格 很簡單很清新 我覺得一個歌手在不同階段的時候 他去演繹一個作品的時候 都會代表不同的情緒 亦會因就編曲而去用不同的表達方式 好像再去聚述一件事的感覺 不再是很大的arrangement 很聲勢力竭或者很喜劇化的演出 而在《遠點》的首歌裡面 大家聽到的就是在節奏上 他有一個新的編排 然後在鍵琴、低音、double bass的吉他那裡 都有很多很多很西美的一些 他好像有呼吸的氣色一樣 是一個很interesting 和很好聽的一個編曲 而這首歌詞的內容 靈感是在於 因為我和田詞人喬聲 喬聲是自從我們 上了張蓋瓦裡面的呼榮合作之後 我很欣賞喬聲 而喬聲本身是一位生命用事 我和喬聲談這個歌詞 可不可以寫 當人生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大家是用什麼態度去挑戰它 或者面對它 所以《喜樂》這首歌就是 人生有喜樂、起跌 但也可以變成一個喜樂 即是開心和快樂 就視乎你用什麼態度去看你的挫折 Stay 其實我可以說一點關於Stay Stay 就是蓋瓦裡面 大家聽到Stay的版本 其實是一個新的版本 而在Rework 中 大家聽到Stay最原裝的版本 也是一個很清新 和回歸音樂 一個很簡單的編曲 其實唱歌 我們也用了一個 一個我其實這麼多年來的 一個是一個古董咪 我買的時候 它已經是一個古董咪 這個古董咪 它有一個很不同的特質 是一個很溫暖的聲音 然後我錄的時候 是貼近的咪 很貼 然後唱的時候是很輕的 很細微的聲音 都會聽到 即是呼吸聲 口水聲 嘴嘴聲 或者每一個字 唇齒之間的氣息 全部都是很原汁原味的 掌握到的 因為我自己 不懂得玩樂器 我的樂器就是我的聲音 但當你看到其他樂手 就是他的Double Bass 或者他的Keyboard 或者他的鼓上面的Guitar 即他們可以喜歡做什麼 就做什麼的時候 而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配合在一個眼神 然後大家就知道想做什麼 我自己在錄音室那裡 看著他們一起 去將那個歌編出來的時候 那個過程是 嘩 真的很享受 而我們在WeWorks 這張唱片裡面 都會有一個 我們的Documentary 整個製作 我們錄音的過程 都會拍下來 大家在聽歌之外 也可以看這個Documentary 就會明白我說的 因為有很多時候 你要看到你才明白我說的 那件事是什麼 的